这是一种变异的鰻鱼 嘴里长满锋利的獠牙 它们是血为生 男人在湖边发现了被困的小鰻鱼 他从没见过这种生物 于是弯腰捡起来查看 他一手接电话 一手拿捏着鰻鱼 殊不知危险正在靠近 打完电话的他刚想把鰻鱼放生 却发现手被鰻鱼牢牢吸中 他使劲地挣脱 好不容易才把鰻鱼甩掉 突然数万条鰻鱼从湖里窜出 一眨眼的功夫 就全扑到了男人的背上 此时的男人居然忘了自己会跑 在地上不停地挣扎 下一秒 一条鰻鱼老大直接咬住男人的脑袋 就这样 几百斤的男人被强行拉进水里 领了盒饭 另一边 老大爷带着旺财正在河边钓鱼 没想到他不用鱼耳钓鱼的做法 激怒了河里的鰻鱼 直接飞到他的脸上 见主人有难 旺财把腿逃到了高处 此时大爷在不断挣扎 旺财还不停为主人加油 没过多久 老大爷便领了盒饭 与此同时 警员大壮也发现了一场 一条鱼被几条鰻鱼咬死了 还有一条在吸食血液 他把鰻鱼取下 发现嘴里长满了獠牙 看来这是变异的新物种 这时他接到报案 来到湖边调查情况 不仅发现了两条死去的鰻鱼 还看到了诡异的一幕 无数鰻鱼正在跳过围栏 跳到另一个湖里 而此时 大批游客在湖里玩耍 殊不知湖里早已成了鰻鱼的天下 刚上岸的小美想休息一下 一旁的弟弟发现 他的双腿被染成了红色 就在这时 一大群鰻鱼游了过来 鲜血瞬间染红了湖面 众人慌忙向沙滩狂奔 还好没有造成命案 回到家的小美 赶紧给爸爸大壮打去电话 把刚才的事告诉了他 大壮立即赶到湖边调查 并把此事告诉了市长 想让他把水库阀门关掉 进行全方位的检查 但市长却说 现在是旅游忘记 如果封锁一天的话 就会损失好几个打不了 显然没有同意这个提议 没有办法的大壮 只好派阿伟去湖面查看情况 阿伟并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 坐在小船上 准备畅饮一下 结果刚打开瓶盖 就被突然窜出的鰻鱼一口咬住 挣扎时一个没站稳 直接掉进湖里 这时无数鰻鱼袭来 活生生将他拖进了湖底 等大壮赶过来时 只看见翻倒在湖边的小船 船边到处是血迹 他们想翻开小船查看时 突然被几条鰻鱼咬住了 还好大壮经验丰富 很快甩掉了鰻鱼 接着他们接到电话 说阿伟的尸体找到了 太平间来了一具男尸 死法极其诡异 就连经验丰富的法医 也没见过这种死法 法医决定进行解剖 他缓缓解开男人的上衣 接着戴上口罩 突然男人肚皮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还在挑选工具的法医 却丝毫没有察觉到 这时电话突然响起 大壮让法医离尸体远点 话音刚落 一只鰻鱼从肚子里钻出 直接将法医扑倒在地上 紧接着又钻出一群鰻鱼 静止地朝法医爬去 在一声惨叫过后 法医彻底隐恨西北 不久后大壮赶到现场 看到地上的血迹 他猜测 鰻鱼已经爬进了下水道 这也意味着 鰻鱼会沿着管道 爬到城市的每家每户 他让市长紧急关闭供水系统 可市长再次拒绝了 在市长的眼里 几条人命根本不能与经济相比 为了安全起见 大壮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他讲述了鰻鱼的危险 提醒大家远离有水源的地方 甚至是家里的水龙头 而此时 他的儿子来到湖边 发现这里堆满了尸体 吓得他连连后退 一个没站稳 跌倒在地 突然一条鰻鱼咬住了他 他在地上不停挣扎 还好狗子听到呼救声 跑过来帮他叼走了鰻鱼 这才捡回一条小命 与此同时 鰻鱼已经成精了 不断地涌向地面 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到处都是鰻鱼 人们顿时变得惶恐不安 而且事态还在不断生机 就连马桶都在钻出鰻鱼 即使尿急也只能忍着 但市长并不相信 反而像你一样 在马桶上看手机 就在这时 无数小可爱钻出 竟直钻进了市长的身体 市长倒在地上 挣扎了几下 便领了盒饭 镜头一转 大壮的家里也被鰻鱼群围攻 鰻鱼在不断涌出 儿子躲在阁楼里瑟瑟发抖 情况十分危急 马桶里不断涌出鰻鱼 女人被困在浴室里 不停地大声呼叫 赶来的小美傻眼了 但为了救出母亲 她拿起马桶塞 对着鰻鱼就是一顿爆锤 但鰻鱼实在太多了 她只好又找来铁锤 瞄准鰻鱼狠狠地扎了下去 这时 母亲拿起卷发棒 烤起了红烧鰻鱼 在两人的配合下 总算逃了出来 母亲让小美在木屋里躲起来 自己去湖边找儿子 却不知 儿子就困在自家的阁楼里 来到湖边 眼前的一幕让她彻底崩溃 到处都是尸体 幸运的是 并没发现儿子的身影 就在这时 无数条鰻鱼朝她疯狂袭来 母亲拿起身旁的91号汽油 全浇在了鰻鱼身上 然后将其点燃 我的天呀 一股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 要是儿子在的话 那该多好 可以享受一下 老妈烤鰻鱼的绝活 另一边 小美所在的木屋 玻璃里突然爆裂 数百条鰻鱼从天而降 小美只好拿起割草剂冲了出去 那些想靠近的鰻鱼 被她全部切成了渣渣 但数量实在太多了 小美有点招架不重 幸好这时母亲赶了回来 把汽油扫在鰻鱼身上 然后一把火 将这群食人鰻鱼 烧成了灰烬 大壮也赶回来和他们会合 但儿子还不知所踪 儿子这边此时并不乐观 无数鰻鱼从管道里钻出 幸亏他很聪明 利用眼镜的反光来求救 刚好被大壮的同事发现 得知儿子位置后 他们用云梯爬到阁楼 成功将儿子救了出来 然后赶紧开车离开这里 当众人路过一处高压电塔时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再次发生 咔嚓一下 整个电塔倒在了地上 还好并没有人受伤 但这时他们发现 旁边的鰻鱼群都被垫死了 于是大壮临机一动 他想要把鰻鱼群引到电站里面 然后将其全部垫死 说干就干 一行人驾车来到电站 把一些收集来的鰻鱼肝脏 全部扔到电站底部 可是引来的鰻鱼并不多 于是大壮和同事决定 杀掉更多的鰻鱼 来吸引其他鰻鱼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成堆的鰻鱼跟着气味疯狂袭来 可同事不小心被鰻鱼咬住 瞬间就领了盒饭 随后几人打开电闸 一眨眼的功夫 数以万计的鰻鱼都被垫死了 空气中也弥漫着烤鰻鱼的香味 虽然成功化解了危机 但也牺牲不少人 之后他们收拾行李 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城市的另一边 还隐藏着未知的危险 关注猫具 我们下期再见